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创生翻转之路 我们就要带您来深入走访嘉义 离岛澎湖跟屏东等地 透过镜头来记录 一群又一群正在努力为地方开创新生命的故事 那么说起来 一开始地方创世的概念源自于日本 台湾把2019年是定为地方创生元年 三年时间过去了 根据国发会统计 截至今年2022 5月上旬为止 地方政府总共提出了135件计划 有的提案通过 有的还在辅导当中 但不少乡镇市也积极努力要寻找在地DNA 希望可以来创造工作机会 而且成功吸引青年返乡来服务 那么在今天 新闻思想起第一个单元 就要为您来介绍 在增文水库水源保护区的偏乡传奇 嘉义大谱提琴村 在当地透过跟音乐家的合作 不仅把现有的飘了木做成一把 又一把造型独特的小提琴 透过长辈跟孩童 他们的参与 学习之琴 也学习怎么来拉琴 最后 盛才成立了大谱爱乐旋乐团 让音乐进入社区 铭记上心力 也成功创造当地特色 河区暖阳的午后 嘉义大谱乡和平社区 传出阵阵的敲打声 这里是隐身山林间的提琴制造所 一群社区居民聚集 正在参与一堂小提琴 智琴课 这我都不用想说 你都会了 对不对 我先把这个拿起来 先让它出来那个形 放眼望去 学员中 不法好几位七十多岁的长辈 阿嬷们跟着老师黄盛燕 边打去 边将木头 裁切成提琴的木膜 这是至琴的第一道工序 特别的是这里的一块块木材 全为废弃的漂流木 随着特性与质地不同 都是制成提琴面板 背板 琴头的重要材料 我跟你讲 你到处都看得到的小夜懒人 行倒树啦 是哦 因为我们这边最近有人把那个砍了 他们本来要丢掉 我说你给我一些 我试试看 从样板制作 裁切 雕刻再到上色 总共十多道工序 一把纯手工打造的小提琴 制作过程得耗时至少120个小时以上 提琴之所以它能坚固能长久 就是因为它外面有弧度 你像吉他就拼的 拼的东西就不会长久 一两百年 一百年七八十年很正常 和平社区位在曾文水库水源保护区 2019年开始推动漂流木制琴课程 废弃木料透过设计与工艺 成功化身为一把能拉奏出 美妙乐章的小提琴 像认识本地的材料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课题 因为这里的人 他本身就住在森林里面 他们不太懂得他那些材料是宝贝 我会跟他说 你这个东西很不错 他其实蛮想的 他可以做我们提琴的哪一个部分 和平社区做出的琴只留存不卖 三年来他们已经制作 二十多把和平牌提琴 而每一把琴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没有做 我做十二支 有一个中提 两支小小的四分之一的小小两支 六岁的孩子在哪里 他是七十五岁的陈瑞云阿公 学习智琴两年多 现在小提琴 已经成为串联家人的礼物 初一支老师就叫我学习了 初一是从小星星开始 就开始在学习 然后我们回去自己蒙联 其实五三婆我看不见 简浦我看不见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个让我看到一个社区的凝聚力 这个是直接她的原型来做 对啊 就是不修她的型 那这个这样的声音会有不一样吗 这个比较小 它不是小提琴那个音箱 他们尝试用各种素材 做出的提琴造型各异 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就是那个洗衣服的板子 它还可以这样拉拉 很多长辈都有这种想法 我喜欢那首《夜来香》 老师啊 有没有可能做把琴 自己来演奏这几首歌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慢慢的 虽然这个东西是没有薪水 没有什么职称 从主任变成副理 没有这个 但是呢 它在家庭中的地位 跟地方上的地位 它会往上升 说哇你那个琴做好了 哎呦这么厉害 它开始得到一些赞美 它会得到一些 那种成就感 提琴是欧洲数百年的工艺 一把要价不菲 将小提琴带入偏乡和平村 小提琴音乐家黄盛燕 是幕后重要推手之一 台北来要不少时间嘛 我开很慢 我又开五六个钟头 这里 这边是脏木 你看那么多 这些要都做成情不得了的 黄盛燕带着我们 来到放置木材的秘密基地 这些都是风雨过后 从山上冲刷下来的 废弃漂流木 当领务局公告后 即能前往减时 是大浦乡特殊的资产 未来也将被赋予 崭新生命 其实我从前不认识这里 是因为我有在平科大 我在那边当讲师 教他们做提琴 所以那时候平科大 才会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跟林务局合作 来试试看我们台湾 国产财能不能做提琴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全台最大的增稳水库 就坐落在嘉义县大浦乡内 但产业发展却也因此受限 居民大多以务农为生 尽管坐永湖光山色 大浦却是嘉义县 人口最少的乡镇 更是内政部定义的 偏远乡镇地区 全乡涉及4000多户 但实际上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却只有1000多人 很刺激 跟丛林大冒险忙 我台湾要来带查 都要走这条路 这罗汉松 它其实花纹很漂亮 但是它在松里面算是比较硬的 你打开就是都木头了 这是古代的门板 可是它好像是块木 老师你要做琴 这个给你 学音乐的人本来就想法比较多 也都会有一些梦想 比如说砍树来做琴 砍树不就要到深山里面去 然后这里就是深山 来到大浦乡 是黄盛燕人生中的插曲 也开启了和平村的新出入 大浦偏乡它其实隔代教养是很严重的 从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是爷爷带大的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互通的模式其实是不多的 那透过小提琴的故事其实他们会有一个共通的话语 很好的这种共融的一个模式 我们这边有一个阿嬷她为了更亲近她的孙女 然后她就来社区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结果她发现我们有在制琴有在拉琴 然后她就为她孙女就自己就做了一把琴 推动创生翻转偏乡命运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正是人 如今的和平村从人口流失的偏乡小村 开创特色与亮点 成为小剧知名度的提琴村 因为小提琴它是一个非常金字塔尖的文化 因为它太多 它不是只有做琴这件事 有太多的音乐家 你看随便举一个莫哈特 贝托芬 巴哈 这些东西都非常 就欧洲的高等文明 你学的时候这些音乐的特性 权力 这会影响 这个小朋友的内心的成长 不会一样 这个是非常厚重的乱势力 而每当到了夜晚 提琴制造所就会变身成音乐教室 悦耳的琴声语音缭绕 可以用四指的就用四指 不能用的再用空靴 升 发 黄盛燕与另外两位老师 轮流单纲社区的提琴家教 一 二 用音乐连接社区述说在地 和平社区逐渐转变 三年前的校庆 就是有请小提琴来文文学校表演 然后我就加入了 我也想要去挑战一些和第一首歌很像的曲子 这样子慢慢进步就可以拉更难的曲子 第一次很难 看那个音然后要知道是在哪一条旋律哪一个位置 学会一首歌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和平社区成立大浦爱乐闲乐团 至今已有二十多位团员 有长辈 有孩子 有家庭主妇 也有学校老师 最小的团员只有七岁 最年长的则有七十多岁 刚开始是跟不上的 慢慢跟上就很兴奋 那你回去会拉给家里的人听吗 会啊 就是我老公啊 小孩子啊 刚开始他们也觉得很吵 现在念得比较熟就 他们就说有进步啦 以都市人的概念 学情的费用是很高昂的 他们在这边的学情 他的费用其实很少 可能是三下的一堂课 他们是上一个月的课程 好 一 来哦 扯到练习这件事 小朋友都比较被动 但是大人 尤其像阿公阿嬷 他从前会觉得小提琴 离他非常遥远 他可能这个都在电视上看的 有一天忽然间说 可以来这里学习 哇 他有的就很珍惜 的在学习 但是他也有个弱点 就是他会说 哎呀 我这么大了 阿公学得来吗 他内心会有一种 就是好像在打击他 这个要克服 一名来自外地的小提琴音乐家 一个被定义为偏乡的乡镇 一群在地的青年老少 他们相遇并激荡出火花 替当地带来正向循环 带动观光人潮 推动社区产业 而大补乡的下一个课题 则是如何吸引更多青年 有志回乡 除了年轻回流以外 他也有很多人来这边生活 来这边生存 然后增加很多人的这种 在地认同 在地连结 然后让大补乡 他未来的发展 他是可以永续的 如果说能够透过这一种 自情 拉情 大家也学得非常开心 满足了他生活上面的 空虚 还有愿望 满足一些成就感 这个来说 这个我做老师 被同学们喊一声 老师 这个就算是到位了 漂流木与小情情的结合 为大谱在地 谱写出动人故事 透过工艺与艺术培力 创造在地价值 此刻种下的创生种子 期待未来能成为家乡 卖向永续的行企集 地方创生 以人为本 要翻转偏乡命运靠的 其实也是人 继续还要带您前进到 离岛澎湖 当地的湖西乡 南辽村 也是人口外移 最严重的村落之一 但近年来 澎湖南辽在国际之间 可以说是名号响叮当 甚至还连续两年 获选为全球百大 绿色旅游圣地 而荣耀的背后重要推手 是这么一群千岁志工团 里头成员平均是七八十岁 最年长的还将近快百岁 他们热爱家乡 那么在十任 社区发展协会理系长 陈友泽的带领之下 一点一滴 为社区改造而努力 不仅是将废弃的符球 变成装置艺术 意外成为热门的打卡秘境 也非常成功把农村体验 变成再提亮点 让里岛创生走出新的境界 南辽是靠近澎湖本岛的东北角 因为受到那种潮流跟风势的影响 所以就是会有好多符球 不如为在澎湖东北角的南辽村 沿途五颜六色 各式造型的海飘符球 映入眼帘 我们刚开始 可能就是村民他们也不会说 真正是为了环保 甚至有一位带回来是挂好看的 久而久之就演变到装置艺术 在地居民利用飞气符球跟鱼具 彩绘制成装置艺术 成了南辽代表性的意象 也开启社区重申的契机 待会我会带你们走到那里 我们才慢慢在那里挖 符球是渔民逃海时使用的工具 用来增加渔网浮力 但废弃后却变成生态杀手 采访这天几位志工阿嬷 跟着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陈友泽 前往海边捡食符球 就地取材跟上起一堂生态课 它这个就是在海中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它不是只有浮在海平面然后就飘过来 可能就是卡在那个石头缝里面 就类似海瓜子蛋菜 我今年七十岁 这几天我们理事长和船长 他们选到了 加这个南辽 所有肉的那些都整理得好 后来就有观光客了 太想要做几天 就像说我们老大人 比较平衡 就做几天 如果像说我们人家有客人来 要做什么 如果需要我们就出来 倒手 这样 这个是盖和营 盖和营 盖和营 赵友德 社区内改造过的符球 有三分之二都是出自于他之手 这是 彩头来 彩头 跟赵友德 是只有彩头好吗 赵友德 我们的学生就这么严重 是 我赵友德 第一次 赵友德 这个 我先画给他的啦 嗯 在这里 像赵友德与阿嬷们一样的长辈志工 约有二十人 总岁数超过一千岁 堪称全台最高龄的志工团 而将长辈集结的关键人物是他 重新有 就是 你要重新补上 他这个如果没有受到撞击 刮伤的话 大概这个五十六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 人家社造在台湾本岛已经做很久了 阿澎湖好像起步有一点晚 我真的是要赵友德 陈友泽是土生土长的南辽人 原本是台电员工 2011年 接下南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带领当地长辈投入社区营造 力求替没落的家乡带来蛻变 也不是说 我是里岛偏乡 在天涯海角应该是不被人家重视的 或是各种资源可能都是比较欠缺的 我们就是会善进其 他沿流的这些特色 来经营我们的社区 南辽村位在澎湖湖西乡 涉及700多户 但常住人口只有约200人 青年外出打拼 村内剩下老人家固守家园 全村有九成都是高龄长辈 在澎湖96个村里中 这原本只是个不知名的小村 鲜少游客驻足 近年则吸引不少游客到访 1 2 3 除了用符球装点环境 他们修整闲置的老古石建筑与古厕 并保留传统农村样貌 将南辽的百年岁月与风韵化为自我DNA 游客根本不知道是有一个南辽 他们只是到北辽有一个摩西分海 然后他摩托车车子一开就过了 然后就是到摩西去了 可以保持原来的这些龙跟风 保持越久是越好 有我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严肃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怕人家以后不来 各位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燃料社区的一个牛屎 那早期在澎湖这边 三餐煮饭一定都要用燃料 那燃料的话变成说就是非常缺乏 所以一定要自己除了自己种 就是类似高粱杆地瓜藤之类的 那不够的一定是要用牛粪 那灵魂是一个耐烧的一种燃料 阿嬷我们现在打完骨了 打得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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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没有炊过的那些金 软软软软软软就是要这样 不可以让骨肉说 待会慢慢地烧 慢慢地死 像那个热热的油 做的会硬就不厉害 老骨石它跟牛粪是一种结配 因为它贴在上面它是不规则的 所以它是可以贴得比较牢固一点 一碰 这样 好 太棒了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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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啊 掉了 好 这样可以 差不多这样 我们刚刚在玩黏土 我们的龙氏体验 几乎都是他们平常年轻的时候在做过的 所以等于说也不用教 我本来他们只有这些技能 我这样看喔 他们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种没什么厚 没厚 每个人都吃完之后 这样说我们很好 很高兴 我们就好了 有发展这个社区 早上有人来 早上没有观光客来做很多 以前来 那年轻人都是在七米 很败 都比较多 南辽社区的华丽转身 凝聚出改变的能量 更获得国际肯定 号称全球规模最大观光博览会的 柏林国际旅展 在2017年与2018年 将这选为全球百大绿色旅游胜地之一 社区做到最后 一定要有所谓的产业 这一部分真的是非常欠缺 欠缺的原因 当然就是没有年轻人进来 所以这个是社区目前最大的困难点 从社造走到创生 则需要达到商业模式 曾面临存续危机 透过在地努力 南辽成功再生 现在一大挑战是 要打破有人潮 无前潮的困境 我将来就是有一个构想 就是要成立一个中央厨房 解决这些老年人 他们的用餐问题 其他的时间 他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中央厨房 来做一些老人的这些 手工饼干也好 他的收入就可以作为特技的福利 而推动地方创生 比起台湾本岛 离岛有着更多难关 澎湖四面环海 拥有丰富生态与人文风情 但2022年全县人口十万六千多人 相较以往为福成长 但仍是人口外移严重地区 其中马公市就占了全县总人口半数以上 澎湖的就是人口外流的话有三成 其实是全台湾最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渔业资源已经渐渐的短缺 从因为气候变迁 还有过度补牢之后 所以他们也势必要转型 那目前他们转型的产业 还是以观光这一个区块 因为离岛它本身 它整体的产业链 不像本岛里面那么完备那么完整 所以离岛它适合发展地方 创生的事业的部分 也跟本岛是不完全一样的 还是一样要根据它地方的特色 找出它的DNA的方式去进行 交通不便 人才难治 工商业发展不易 加上渔业资源逐渐枯竭 要转变剩下老人与海的窘迫 转型成为关键 朋友我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淡旺季非常明显 所以你没办法说持久 所以很多都是旅游旺季的话 他们就是拼请那种临时的 或者我们团车大前做工赌的一个简历 这些离岛太会的话找到一些活动 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自己的观光品质变得更好 让更多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爱上这个地方以后 就会有更多人可以跟这地方产生关系 慢慢就是看能不能 恢复到以前的这些风华年代 让南辽真的是说 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以前年轻的人 他们到外地去磨生 年老以后他们想回来 那这样的目的大概就达到了 台湾各里岛除了如画的风景 更接具独特情运 在澎湖高挂的艳阳下 南辽村这群千岁创生志工 让人看见关怀家乡振兴社区 可以不分年龄 不分职业 只要有心 都能为地方注入新活水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近年来有不少大学都特别重视USR 也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意思是从在地需求出发 透过人文关怀 解决区域问题 进而尽到社会责任 而这样的概念 也能为地方创生注入新的活水 那么通过镜头 我们就要带您深入国境之南 屏东科技大学的鸟类生态研究室 研究团队 他们专门针对就是老鹰 猫头鹰等猛禽的习性 特地在高树乡凤梨田设置猛禽漆架 让猛禽可以在高顶栖席 抓老鼠当晚餐 不仅解决凤梨田释放老鼠药的问题 而且能够去除猛禽先前 因为抓了吃过药的老鼠 间接被毒死的风险 顺势达到生态保育的效果 而至于在北台湾 则是有台北科技大学 他们运用了是建筑跟冷冻空调的专业 帮助新竹石垒部落的居民 他们建造高山蔬菜指贩所 也打造可以让蔬菜保鲜的智慧冷教 而独特的造型 刚刚你看到了 非常独特 也意外成为部落打卡新景点 游客忙着打卡拍照 这个不寻常的建筑物是部落的新希望 我觉得说就是一个很平凡的那个什么 直饭所就是四四方方做出来之后 才发现到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被打破这样 原来这里是部落蔬菜的直饭所 在高山蔬菜的展示架旁 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烤炉 能取暖能烤肉 直饭所内外都有亮点 是北科大学生和部落青年激荡出的火花 木头都是回缩材料做成的 它其实原本的颜色是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那久了之后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生锈的颜色 跟木头就会有结合的感觉 大学生们用设计翻转地方创生 不过部落青年还得再把地方创生这个概念 转化成族人能接受的样子 我很清楚国家在谈的地方创生的概念 可是我们不能用国家谈的那个概念 跟部落说我们要做地方创生 他会紧张 可是我会做一个转意 就改变这个语言 说我们来创造一个可能新的什么 经济模式 新的方法 所在销售上 比如说我们农友 我们弄个执饭所 那最大的是我们也希望回乡的青年 透过这个点可以在这里生存生活 所以我既然在这里有个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生活生计 我就可以结婚 像这样头 有一只虫 来到新竹石垒部落的农场 高山上的友善蔬菜 在这里孕育茁壮 但想要卖到山下挑战不小 不是因为以前我很想做一个就是冷藏室 就是因为我们的店 这边的店非常的不稳定 当天我们说要出货的多少 我们就采多少 剩下的就是 可在田里面 不过北科大学生聆听部落奇老想法 运用早期部落居民在山沟里挖出池塘 保存猎物的概念 搭建出一座智慧冷教之后 事情的发展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道门 智慧冷教设计下密室寻宝 有两道门防盗也控温 地板下有个奇妙的水池 冰凉的山沉水就是梅庄冷气 蔬菜也能保鲜的秘诀 蓝色的是我们的电控法 然后这个是手动 就是当可能 因为山上可能如果被断定的时候 但我还要确保说我里面 也是可以浸出水的 透过科技循环降温 等教可以维持7到10度 蔬菜则能存放7到10天 那因为我们安装这些感測器 这变成说我可以提早预先知道 我的车子要提早进维修做保护 那才不会在我过程中损坏 让我的蔬菜品质下降 UKSR的精神大概就是在大学端这边 把大学师生在学校里面 学院里面所具有的专业知识 应用到我们的场域来 在跟部落经过了长时间 将近半年的磨合 我们确立了安居乐业 是石垒部落这边最需要的 从冷觉拿出的蔬菜 坐上安装感测器的低温物流车 沿途智慧监控 部落居民辛苦种植的蔬菜 能以更好的姿态走得更远 现在就是前往台北冲去给消费者 离开台湾北部一路往南 来到屏东 在高树乡的凤梨田里 这根长长的竹竿肩肩负了重任 在我旁边的猛禽支架高约五公尺 之所以要设得这么高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便于猛禽能够居高临下 俯冲下去捕捉猎物 我们造访的这天 大捲尾就停在猛禽支架上 他正在品尝属于他的美食 天空还有老鹰盘旋 观察田间有没有老鼠 可以大快多移 白天糊糊大睡的林角蕭 也会来这里吃晚餐 自从邀请他们来这享用大餐后 农民再也不用放老鼠药 猛禽也不会务食吃下 老鼠药的老鼠而中毒 农作收入更好 年轻人也更愿意回乡务农 这个就是自动相机 所有这个拍到鸟的 出现什么鸟的秘密都在这里头 有黑渊公主称号的 平科大研究员林慧山 长期观察鸟类生态 她也跟我们分享 成本不到500元的猛禽七架 如何小兵力打工 其实最常拍到是他们在吃老鼠 这个凤梨田它非常特殊的就是 它不能够使用老鼠药 凤梨是在地面上面嘛 它就会被老鼠啃啊 啃破洞啊 我们任何人都不会想要买到有破洞的凤梨 所以在这边不能够使用老鼠药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里架了这个银器架之后呢 这些像这个黑刺猿或者是像猫头鹰 他们来帮忙抓老鼠 对于这边的田间的老鼠 理论上来说是会让老鼠比较降低的 这样 田雕就那个这里空位出来啊 老鼠它看得比较清楚啊 老鼠特不能躲在那边 农民学会了清除多余的凤梨叶 让猫情更方便捉老鼠 社福团体也在企业的协助下 在自家的凤梨田引进猫情期价 一开始种凤梨是希望有多一点收入 后来发觉生态一直越来越繁荣的时候 这个我就想 他们的生存权 他们的生命比那些卖的还要重要 我们要看它旁边的农田的树上的朝乡 有没有菱角销入住 平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 也在凤梨田周围架设朝乡 希望吸引菱角销常驻 把这里当永远的家持续守护生态 大学社会责任 平科大不只在平地实践 也在山林间落实 可能就是望远镜去看说 它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繁花行为 但是部落青年了解蜜蜂的小秘密 平科大学生把课堂上学的知识 都化为帮助部落 发展临下养蜂产业的养分 除了幼虫以外 就是它的网路是 就是涂得很就是很饱满的 哇 就这种就很漂亮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蜂蜡涂到我们的布上面 比如说像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一些DIY的部分 然后怎么样的行销 然后怎么样的包装等等 然后再加上我们部落的一些老人家的一些智慧 或者是传统的文化把它结合在一起 部落青年和平科大学生们同力合作 也带来额外收获 部落的主人都会拿南瓜还有玉米都会拿到我们家 甚至放在我们家门口他们就走了 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 他们讲说自从部落你们开始在养蜜蜂 南瓜收成的量都比较多 这个蜜蜂对这个生态跟农作物有很好的一个帮忙 我们做森林养蜂 森林可以好好的被维护 然后蜜蜂也可以利用森林生态系这个多样化 多层次的一种植物蜜圆粉圆 来产生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蜂产品 所以我觉得对环境对部落经济 对蜜蜂本身 对我们国人蜂产品的需求来讲 都是一个多元 大学参与地方创生实践社会责任的同时 学生也能走出象牙塔 带来改变的力量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今天的偏乡创生翻转之路 还要告诉大家 来自百年山城瑞一方的故事 在当地有一个特别的乐器 叫做不一鼓 它是由漂流浮球裁切而成 从声音到制成都跟一般的鼓很不一样 有比一般的鼓面使用树皮 微鼓它用的是后棉布 因此也被当地人昵称说 这可是一颗色素的鼓 有趣的是 当初在陶一家许之福 巧手中孕育而生 偶然之下还在社区 微微风潮流行了起来 在当地联动国小 就因此成立了不一鼓队 透过几鼓表演 不仅串联地方 也成为孩子诉说家乡故事的一大媒介 最重要的地方是 透过与地方身后连结 那颗返乡的种子 也默默在下一代的心中 不断发芽与成长茁壮 鸿派激昂的鼓声 在渔村山沉中回荡 它们是新北市瑞芳 演动国小的特色鼓队 但仔细看这个鼓的造型有点不一样 身形半圆大小不一 原来它的圆形 竟是海上废弃符球制成 而且有个有趣的名字 名为布衣鼓 那个渔人好像是 我们社区有一个老师 他叫做阿福老师 他原本是做陶艺的 但他有一次去 就是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地方 他在那边看到很多符球 然后他就把它带回来 鼓是用布的 大家很好玩 那这个鼓 因为每个都长得不一样 就用符球的音译转成 它就叫做布衣鼓 鼓它不单单永远就是 像我们中国传统鼓一样 什么大鼓 它其实有很多的形式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它一样可以发出声音 然后一样 就它也是鼓 虽然声音没有这么的厚 但是它传递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不一样 布衣鼓的创作者 是瑞芳雪莲洞在地陶艺家 人称阿福老师的许居福 余太太 袁秀儿 这个布一定要拉紧 别拉紧 你那个鼓就包不起来了 就是以丸的性态把它做出来 一般是皮骨 是皮面 表面是皮的 我第一颗鼓也是做皮的 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既然不要刺身 那就不应该用皮骨做 那就要布施 这个骨的肩尾刺 都要一样的 它才不容易破 来自世界各国的福球 摇身变成鼓身 鼓面绷上胚布 取代了传统智骨的瘦皮 吉祥出的鼓声有其奥妙 对 它大小 规格不一样 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好像是比较厚实的感觉 对 比较厚实 就是声音会比较 比较硬一点 许居福与仁秀儿 2009年制作出第一面布衣鼓 起初布衣鼓在社区居民间火药 而联动国小更在2012年 成立布衣鼓队 一只鼓串联地方 成了孩子认识家乡的媒介 用雄壮魂厚的鼓声 诉说着矿山的故事 那时候在社区里 就是好朋友可以聚在一起 这样子 因为这个鼓 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 然后后来是因为学校 编入到课程里面去 可以让小朋友去学习 去接触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是很好的 瑞芳介于山海之间地处偏远 随着矿业逐渐消逝 地方跟着没落 联动国小全校仅有9名孩子 教职员比学生数还要多 但这却是台湾各地偏向小校的缩影 相对我们的地理位置 是属于比较偏 离市区远一点的 那会有些不同的资源进来 我们跟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连结 它也不是一个很明显 只是空间地理位置的 一个方位的不一样 它还有很多在这空间当中的 人是物 在乱打嘛 你们几个啊 蔡折宇啊 陈绿妍啊 你们在乱打嘛 太好些 不一谷从社区进到校园 由台湾知名的艺术团体 幽人神谷团圆 美洲道校替天乡学生上课 不一谷队更曾登上国家戏剧乐舞台 最一开始的感受是 大姑很好玩 到了后来就觉得 在中间会觉得有点烦 然后又觉得有点累 后来到最后要毕业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很有成就感 可以出去到外地表演 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从不喜欢打鼓 然后到愿意去了解一点 然后愿意去学 然后愿意背起来 一直到他们能够上台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成就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们在台上发功发热 然后他们在台下努力的练习 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上看来 让我觉得 哇 他们做得到 为在地找生机 政府将2019年定为 台湾地方创生元年 包含瑞芳在内 共有134个乡镇市 若没有积极推动创生 带来改变 很可能面临家乡消失的危机 政府并在2021年 推动创生2.0 我们除了原来 自由地方政府公所 他所提出的事业提案之外 我们在增加了 多元增案的一个管道 全台湾有368个乡镇市区 我们的重点的部分 有134个乡镇市区 比较偏乡的地方 以目前的建筑 我们觉得 仍然有很多 可以努力的一个空间 我们有一个 优先地区这样的概念 但是其实现在台湾 全部的乡镇市 都可以去提担 比较公平的状态 就变成说 你比较有能力的 还是在一些都市周边 或者都市地化区 那比较山上这种山村 或者是比较中高海拔 这些地方 它就很难再去提案 跟做发展 所以它的竞争力比较弱 2019年至今 三年过去 根据国发会统计 截至2022年5月上旬 共有135件地方提案 其中79件通过 56件则仍在福岛中 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尽相同 而且每个地方 它相关环境的优势跟劣势 是不一样的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是独一五二的 所以也不容易 透过复制的方式 或参考以后 就造钞的方式 成立地方 創生的一个事业 很多我们都是单打不斗 这些成功的案例 其实都是一个点一个点 也就是说 我们在特色的一个盘点上 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整合到 整个区块链 建立一个品牌形象 政府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也得加速跟上 政府的整合上面来说 现在整合到一个状况就是 他们把所有的部会的财政的资源 就是预算的资源 整合在一起 那它变成是一个单一窗口的状况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 进步的第一步 缺点就是说 我觉得它还是会被绑在原本 每个各部会的 这个业务下面的这个范围 那如果没有先解决 这一个人的问题 是在走地方创生上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瓶颈 好 那一个是可能政策上 它也要结合到生育率的一个计划 一座城市一所大学 推动大学社会责任USR 理解地方需求 再凭借专业培育人才 创新产业 成为地方智库 走六十八月 来 背七口 背七口 而要再向下扎根 教育是关键 让下个世代成为续发的能量 为什么我们要跟地方有这么多的连结 其实就是给孩子机会 然后为他的未来 为这个家乡的未来 再找一个机会 以后他有能力 他可以会去关心别人 当然他一定会 第一个会想到 我的家乡需不需要我关心 这返向的种子 它一定就是在每个孩子心中 慢慢的成长 回望台湾 从社区营造走向地方创商 地方从零开始迈向永续 尽管步伐缓慢挑战不断 但在各个角落 仍有一群人正埋头为地方努力 在土地之上向前举步 创生之路未完待续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关怀家乡打破没落困境 从社区营造到地方创生 每个环节都需要各世代的共同努力 同时也把希望的种子传递下去 感谢收看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字幕志愿者 杨茜作曲